主动远离播K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诗篇第97篇 这是一首赞美诗 诗人借用大自然的力量 承送上帝 身为大君王的威严与荣耀 他为每一个爱他的百姓们 带来了盼望 在这首诗里面 诗人也提醒我们 爱上帝 不只是心灵层面的事情哦 更要富足行动 并且怀着敬畏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97篇 诗篇第97篇 耶和华作王 愿地快乐 愿众海岛欢喜 密云和幽暗 在他的四围 公益和公平 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烈火在他前头行 烧灭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光照世界 大地看见便震动 诸山见耶和华的面 就是全地之主的面 便消化如辣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 万民看见他的荣耀 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 靠虚无知神自夸的 都蒙羞愧 万神啊 你们都当拜他 耶和华啊 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 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 因为你耶和华之高 超乎全地 你被尊崇 远超万神之上 你们爱耶和华的 都当恨恶罪恶 他保护圣民的性命 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散布亮光是为义人 欲被喜乐是为正直人 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 称谢他可纪念的圣民 诗人说 你们爱耶和华的 都当恨恶罪恶 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 我们可以将这句经文 化为行动 平常主动远离 那些容易衍生犯罪行为的 不正当场所 有意识地 去避免各种试探发生的机会 这些都是爱神 敬畏神 也爱家人的表现哦 当然 我们也要常常祷告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并且赐给我们明辨的智慧 我们亲爱的哥 亲爱的爵苏 求你保守我的心 远离一切 不合神心意的事物 也有一颗明辨是非的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我们 祝福你 能够持守真理 活出讨生喜悦 并且圣洁的生命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